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您掌握趋势最前线 我是刘兹林 今天邀请您一起来比赏秋械西津 好时机 大闸鞋的商机有多少呢 说出来您可能吓一跳 光是销售就高达5000万 而一年的周边商机上亿元新台币 台湾从9月到11月 三个月吃掉了三亿元的大闸蟹 而最近呢 北台湾的万里螃蟹打响了名号 包含了花蟹石蟹跟三点蟹 这一年的商机也高达了三亿元之多 如何吃到好螃蟹 请到专家告诉你 四位来宾一起来欢迎 国宴主厨阿发师 大家好 美食评论家梁又祥 大家好 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还有养蟹达人张三峰 大家好 说到了这个秋天呢 最肥美的季节 大家都在要吃螃蟹 但事实上呢 说到了吃螃蟹 台湾的本土蟹也非常的火红 虽然呢 现在大陆大闸蟹 低价抢劲一至299 台湾的本土蟹要价400元 但是有很多人 指名要吃 热腾腾的大闸蟹 清蒸15分钟出炉了 不用调味香味肆意直接端上桌 客人联盟拨开 只见里头厚的一层蟹膏 哇 一口一口挖起来吃下肚 秋天到了是大闸蟹的品尝时刻 不管是台湾的 还是大陆的陆续上市 目前比较小只 大约4两种 但掏客一年就等这一个月 吃起来好满足 大陆的也比较大 也比较好吃 比较硬 硬壳 台湾的比较软壳 选用的是来自江苏的大闸蟹 冷藏来台一样活跳跳 而大陆和台湾的大闸蟹 外观看起来差不多 但价格差很大 大陆的四两种 净价300元 台湾的今年产量减少两成 四两种市价大约400元 吃起来味道也大不同 大陆的蟹膏比较稀 味道香 台湾的蟹膏厚 品质好 口感比较Q 我们台湾的蟹膏 比较浓 比较粘 那大陆的话 因为当刚才开始嘛 对不对 所以大量进来 那比较稀一点点 业者抢供市场打出促销 四两的大陆大闸蟹 原价680元 下杀到500元 另外一间餐厅 则是大闸蟹还没来台 先打出预告 四两只要299元的流血价格 吸引顾客 民众抢快品尝 也能抢到便宜价格 台中报导 这一只只呢 肥美的台湾大闸蟹 其实呢 从9月到11月 就可以吃掉3亿元新台币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 你相信一定很好奇的是 台湾这么好吃的大闸蟹 到底在哪里 对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 秋风起蟹脚氧 菊花开闻蟹来 秋天就是吃螃蟹的日子 尤其对我们这种老饕来说的话 每一年度的秋天就是期待这个螃蟹的来临 我们知道说 事实上这个吃螃蟹由来已久 在中国的话 可能从这个周朝就开始在吃 魏晋南北朝之后开始发扬光大 一直到我们看到过去很多文人末科 就说秋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包括什么 喝酒 吃蟹 然后要饮食 赏菊这几个大事 当然我们已经不是古老的这种文人末世 我们要吃的都是好吃 它好吃在什么地方 根据这个螃蟹 它到底有什么好吃 像它的大腿肉 就有人说它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干贝 那种干贝的那种感觉 那种什么小腿肉吃起来很像这种蟹 鱼的那种感觉 它的肉 它的蟹身本身的肉 吃起来很像这种白鱼的感觉 至于那个蟹膏当然不用讲 大家都说一打开 它就是要看到肥美的蟹膏 那种好像凝脂的那种 凝脂的那种感觉 吃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甜 当然大家都说要吃螃蟹 当然要吃什么 以前都是吃这个中国最有名的 洋城湖的大杂蟹 但是过去几年 因为农药残留的问题 它没有办法来台湾 所以当然本土的业者 就赶快抢占这个商机 我们自己包括说在我们桃园 或是在苗栗 各地方都开始在养大杂蟹 我们现在看这个统计数字 去年用进口的33万只 实际卖出的这个蟹苗 大概是13万只 那总共是销售了5000万只左右 那事实上周边的这个 还有包括说餐厅跟观光的这个商机 我们看光是这个苗栗的大杂蟹 一年就商机就破亿 那不包括台湾还有其他地方 有产大杂蟹的地方 9到11月全台就吃了这个 3亿元左右的大杂蟹 所以这个大杂蟹商机大不大 非常大 当然除了这种本土的 这个台湾的大杂蟹之外 有人就说我要吃最原始的 最有名的正统的 洋城湖的大杂蟹 那我们知道说过去 洋城湖的大杂蟹 这十多年来都是一直上涨的局面 因为中国人也爱吃 那加上说送你的好时机 秋天送这个大杂蟹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看到 去年中国大陆的这个大杂蟹的产量 大概是62.7万吨 那洋城湖的话 这个是最珍贵的洋城湖的大杂蟹 一年的产量 一年只有2000吨 那去年 去年是 QA6年之后首度解禁 那去年台湾一共 禁了200吨的大杂蟹 销售一空 大家抢着要 当然大杂蟹 这个中国大杂蟹比较便宜 现在一支大概是399左右 那299左右 那如果台湾的价格 当然是稍微贵一点点 因为台湾强调的是 新鲜的本土的好吃的地方 所以不论是说 你想要吃本土的 或是你想要吃正统的 中国大杂蟹 现在都是吃蟹的好时间 所以今天不妨 我们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一尝 这个美丽的蟹购 是 如果说可以吃到 真正正统的大杂蟹 您也可能会想要 跟本土的台湾大杂蟹比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口感到底哪里有不同 其实呢 两岸的大杂蟹大PK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呢 如果以中国大陆 目前的状况来说 它是冷藏进口的 必须要通过药剪 才能进到台湾来 肉感是比较扎实的 而且口感浓郁 但是呢 它的蟹膏 观众朋友 如果您可以分别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浅一点点的黄色 但是如果呢 您吃过了台湾的大杂蟹 其实呢 它的口感削略不同 虽然说呢 可能不算是正统 但是呢 我们自己洋育的 反而比较新鲜 而且呢 肉质很Q弹 口感很鲜甜 但是蟹膏呢 尤其不同于江苏 或者是大陆大杂蟹这里呢 它呈现的是鲜黄色 所以呢 大家用这个颜色来区分 大杂蟹的不同的同时 当然要吃过了才知道 我本人呢 吃过了大多个大杂蟹 觉得说 想要跟台湾的大杂蟹 来PK看看 不知道梁老师 您意下如何 觉得说 哪一个比较好吃 它们的口感差在哪里 毕竟这个台湾的养殖业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要知道这个台湾过去好多种 包括水果啦 或农产品都没有 可是我非常的要为台湾的这些养殖业的朋友 包括这个山峰 要帮他们拍手 因为台湾能够在十年前有朋友说要养殖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可能 但他们克服万暖 现在毕竟能够长到三两了 我希望它假以时日能够我们台湾能够吃到六两 七两的 但是其实严格比较起来 我们刚刚看到 就芝林在比较一下 这个蟹膏啊蟹黄什么颜色 其实真正这个螃蟹要吃的时候呢 蟹膏的口感完最主要要香度 这个蟹膏的时候掰开的时候 它要闻去闻到它整个腹腔的味道 那个蟹膏的香度 那是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 那当然就我刚刚前面讲到 就是说台湾呢 虽然是养殖的非常的健康 而且讲实在话 台湾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年轻了 所以在蟹膏的这个香味上面 香气可能不够 还是有点差 最主要是什么 我们的水质里面的微生物啊 还有它非常多的养分是不一样的 但假以时像山峰这么聪明的 可能会研发出来更好的一种味道 因为过去我吃过大肉大鸭 我觉得它的蟹膏 是有一点点新的感觉 所以梁老师 以你们的专业角度来分析 它这个都是香气对不对 你不能说它新 你可能是吃到不是好吃的 真的 所以等级也要差 对 差很多 因为其实大陆的大闸蟹的地方非常多 比较现在 如果说你吃不到阳城湖的 就是泰湖的也非常的不错 台湾现在进口大陆比较多的 都以泰湖为主 反而不是阳城湖 因为阳城湖的那个价格 几乎要贵到快一倍以上 所以我们在台湾买到 大陆来的比较多的是 要好的话 它有分A级 B级 C级 有分级数 那一般来讲B级的话它可能就四两到四两半 那A级的话可能五两以上 那当然我们一般像我们今天阿发斯他们带来差不多三两 三两多 那这就是台湾已经长到几乎整批的来讲 比较极限的 比较肥美的算是台湾的 对 那台湾的这个膏呢 它的这个铃 就是我们讲说 铃的那个霜 就是比较霜一点 比较霜一点就吃起来比较绵密 还带一点黏 我曾经帮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麦弄诗文呢 平常也喜欢写写诗 就是文人末课啦 也不敢这么说 我刚刚跟士忠兄就提了一下 其实这个 在我们汉唐年间呢 就把这个 大杂蟹指为黄薄 那真正要吃它的膏呢 就必须要琥珀色 不是什么森黄 它叫琥珀色 而且也带透明 然后吃的口感也要凌如霜 这就形容出 这个大杂蟹的一个 一个整体概念 持熬横行真无常 它就持了熬横行八道 它是一个无常公子 那紫苏生姜 这个醋醒味 你就吃这个大杂蟹 必定要有这些东西 然后清零 你可以配茶也好 配烧心酒就更好 醉千伤 就这样子吃 就是把它喝醉了 都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其实老师呢 有讲到了两个重点 是提味的方面 生姜跟紫苏 过去我在中国大陆 在家里搭搭生姜 比较方便 但是紫苏好像比较特别 它是紫苏跟螃蟹配的味道 为什么要配在一起 其实刚刚 那个梁老师已经讲过了 我们整个这个大小线 它喷条方法也非常重要 它不只是说 卸好 没有好的喷条器具 没有好的喷条的老师 也没办法把它喷条出来 这个我们一般 这个三四两 一般我们在八分钟 把它喷条出来 那我们在我们餐厅 我们特别订购 一台十几万的 那个锅炉跟那个蒸笼 它是密封式的 再五分钟 我们就把它喷条出来 让它的膏 让它的里面的 那个盐质盐味 不会跑出来 香气也闷在里面 为什么要放紫苏呢 因为它比较寒 我们在吃这大小线 没有人说只吃一只的 一般都会想把他吃第二只 那太寒了怎么办 那个紫苏 它就可以去这个寒 还有我们的姜跟醋 也可以去那个寒 那你可以吃个两只三只 不会说有胃肠的问题 来发生这样 其实过去呢 大家吃不一样的蟹 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我喜欢吃公的或母的 但是这公的跟母的怎么分呢 我这边有一张图片的 请大家一起来鉴别一下 一种是腹部比较像三角形的 另外一种是腹部成钝形的 我要请教一下风哥啦 风哥 哪个是钢的 哪个是母的 左手边的是公的 右手边的是母的 为什么怎么分 公的尖 公的尖 好像跟人类的身体构造 有点感觉了 公的比较尖 母的是比较远一点点的 那通常呢 其实我也要问一下说 如果 风哥你觉得 这两个比较起来 好像在滋味上面 会不会有公跟母的差别 因为过去大家都说 公鸡跟母鸡 母鸡比较油嘛 炖汤的时候 油水会比较多 这个会有公母的差别吗 公母差别是一定有的 那个公的 它本身有黄也有膏 季节到的话 它冷度够的话 它的膏会更多 口感会更为绵密 会Q弹一点 所以梁老师 你本身有喜欢公母的吗 因为一般来讲 行家都吃公的 而且公的呢 它就是几乎中秋过了以后 再来吃会比较好 所以古时候人家讲 这个九团案时期 团就是讲那个吃母的 10月份就农历10月以后呢 再吃这个公的 就骑是尖的 就是10月吃起 那一般来讲公的为什么好呢 就是它的那个膏啊 比较凝一点 吃起来以后 胶脂比较丰厚 绵密 而且它比较香 吃得特别香 所以吃公的是行家吃 但是这个最重要就是 我们台湾很多朋友啊 我要提醒一下 就吃大闸蟹 千万不要配啤酒 那啤酒本身就含 你吃两支 如果不吃姜的话 通常80%会拉肚子 肠胃可能不舒服 会寒 而且配啤酒呢 不会把那香气 弄得特别 就跳出来 所以成年的绍心酒 是最棒 要不然另外一种就是 就是 XO 用XO来喝 比较淡一点XO来喝 Brandia来配的话 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更香 等于说提出海鲜的味道 其实阿发士 今天你带了这个笼 我也很好奇说 你都用公的还母的 我们可以现场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有公的母的 我们看 这母的我们一打开 它马上就看到是那个 它的房 所以梁老师手上的是 公的 这是母的 这次是母的 母的 一般来讲 就是吃大闸蟹 我建议大家直接用手 用手啊 可是不会很煎吗 不会不会 而且 其实像我们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剪刀 都可以很容易吃 是 还有一个我建议 最重要就是 像这个 芝琳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你就不可以 跟陌生人去吃大闸蟹 因为会咬得满嘴到 是吧 因为吃大闸蟹的时候 刺牙裂嘴很丑 你知道 所以 尤其是相亲的时候 不要带这个大闸蟹 不要吃大闸蟹 那一般来讲 像刚刚阿发士的这个 你们看 这次是母的 真的好圆哦 摸开了以后 真的非常圆 那通常一般来讲 吃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 壳它这个 下面的这个地方 掰开了以后 你看没有 这个时候 通常第一口 就从这里吸掉 从这边吸蟹黄 它最鲜的这边蟹 吃掉了以后呢 开始放旁边 吃这个蟹盖子里面的蟹 好 梁老师帮我们吃一下好了 示范一下如何 是优美的吃法 优美不敢 但最重要的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 有些东西不能吃 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 它一般的这边有个沙肠 在这嘴巴这里 好 我们先从这个旁边呢 这边刮 把这蟹膏刮出来 是 好蟹膏先刮出来 刮出来的时候 从旁边开始吃 吃的时候 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虽然是无常无常共同 它有个肺 这个地方的时候 吃的时候 千万不要吃到了 肺是不能吃的 咬到旁边就不要吃了 因为你把它吃的话 它是特别寒 大寒 吃的话通常 这个肚子也不好 而且这个蟹膏 虽然弄到手上 没有关系 吃掉的时候 不要忘了这样 损止一下 对 要把它吸一吸 为什么 最过瘾的就是这个时候 真的 它蟹膏非常的鲜 我发现 对 等一下我们在做的 这个来宾都可以尝一尝 所以丰哥 我们如果说 要挑一只鲜美的大闸鲜 因为这个煮好的 看起来都很好吃嘛 但是如果是生的 怎么快 才会比较新鲜啊 怎么快才会比较新鲜 对 这边啊 通常要看它这个 胸膛这两块 是 嗯 胸膛这两块 对 胸膛这两块 它会会有一点 淡色的淡黄色 所以要看颜色吗 丰黄色 就表示它里面的膏会很饱满 嗯 淡黄色就是很饱满 然后在它这个 付费夹集这边 这个点 嗯 哦 越厚 对 表示它里面的料会越多 包括膏也是一样 哦 所以等于说 挑选的时候先看这两个部分 那新不新鲜 从哪边来辨别呢 新不新鲜 看它是不是活体啊 哦 所以现在绑的意思就是都是活的吗 对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嗯 螃蟹没有新鲜不新鲜 螃蟹就是说 死的就觉得不要吃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 它的活动力 第一个我们就要看它的眼睛 嗯 它眼睛你碰一下啊 它在这边吃牙裂嘴的 还要动你 还要它口吐默默 还在那个吐泡沫的时候 就代表它还有生命力很强 嗯 这么来挑 第一个先挑这个 是 看眼睛 然后挑泡沫 嗯 然后通常这一批好不好 像我在我在买大闸蟹的时候 我会叫它拆一支起来 嗯 拆一支起来干嘛 叫它放在那个盘子上面 你看它会不会有动作吗 它不仅都 它批都把它乱窜 就是你看它被绑那么久 它伸开没多久 它在跑 通常这一批的活动力就很强了 好 所以就说算不错了 对 一批一批 应该都差不多的 嗯 那很多的家庭主妇呢 其实看到今天 阿发士带来这么大闸蟹 当然很高兴啊 可是问题是自己要怎么煮比较好吃 是不是放的位置或者是摆盘 像是阿发士我发现 你就是跟着绳子一起放 可是我刚刚看你放的位置 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是正面都要朝上吗 哦 没有 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朝上 哦 屁股朝上 对对对 肚子 肚子 对 这边朝上 它的膏穴在蒸的时候 整个膏穴 你借我那个膏 好 没问题 对 它才会留在这边 我一打开才会整个留在这边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我想说那怎么那么水 就是因为它把它翻过来 然后汤汁用壳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因为我刚才讲的一定要火一定要大 那个密封度一定要好 蒸出来的那个螃蟹就会好吃 像这个我们浴压 我们给它推过去 是 整个都拿起来 才从嘴巴这样放进去 就吸了那一块 我们就嘴巴里面那块硬硬的 那个是胃 胃喔 不管它吃什么 飼料也好 或什么东西啊 都是不干净的 吃到肚子里面都不干净的 我们吸一下就把它吐出来 把这个壳跟 只要是膏 我们都盖嘴巴里用舌头这样一一 含一下 含一下都会吸到里面 其他的才吐出来就好了 所以胃跟肺不能吃 对对对 那时间上呢 阿巴斯可不可以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说 自己烹煮的话 比如说可能没有像梁老师或阿巴斯专业 烹煮的时间怎么拿呢 好 我们一般这个三两四两的 我一般在普通的蒸笼 到8分钟到9分钟 一般家庭 在我们餐厅是5分到6分钟 所以一般的三两四两两 如果再大一点的 我们再加一两 我们加一分钟 加一两加一分钟 来蒸就可以了 所以你还是建议清蒸对不对 蒸一定要清蒸 这种大炸蟹 清蒸的做法 怎么做都不会比清蒸的好吃 所以海鲜呢 还是要吃出它鲜甜的味道 吃完了大炸蟹 我们稍后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的是 其实最近万里蟹相当的火候 有哪一些特色呢 稍后回来 好品质的窗户是没有风啸声 事实 事实 这是日本气密窗 去年呢 打着吃螃蟹到万里 成功引起了观光的人潮 也因此北台湾呢 虽然呢 在这个比较凉意的秋天 觉得有点冷 但是大家都聚集到这边来吃海鲜 也因此万里蟹 现在台湾的商机预估还会不断的成长 世聪哥 对 因为吃这个大炸蟹 大家都想到阳城湖大炸蟹 对不对 那我们新美市政府也想到说 我们把这个万里的蟹 取一个名字叫万里蟹 就是做一个品牌的行销 那事实上万里 为什么万里蟹是非常有名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的知名的蟹 包括说我们的花蟹 食蟹 三点蟹 这种台湾宴 或是我们平常吃饭用吃的这个蟹 有八成其实都来自于万里 所以他打这个万里蟹的招牌的话 事实上可以提升他本身的这个附加价值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他们就把万里蟹做一个品牌化 他们甚至还设计了这个 用请这个知名人士来设计 万里的万这个字 把它打造成一个特别的这个商业的符号 同时如果大家去看那个 中破塞的时候 电影前面他的预告就是整个都是 万里蟹的行销的广告 大家看了之后 中破塞票房这么好 大家当然就更想去吃这个万里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多在万里当地的厨师或是餐厅 他们就打出一些丘楼材 譬如说XO草蟹 或是说像各式各样的什么金沙草蟹 或是避风堂草蟹这些丘楼材 来吸引大家去吃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去年的产值大概是500吨左右 那引发的商机大概有3亿元左右 事实上这个商机可能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去万里不只吃蟹 因为他周边还有非常多观光景点 包括说这个野柳 或是说你到远一点的话 可以到九份到金瓜石去走一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万里蟹 结合观光人潮的话 我觉得未来的商机真的是无可限量 听起来就好好吃 但是刚刚讲到的石蟹花蟹等等的 这个石蟹先来看好了 它的特色是什么阿发斯 它为什么叫石蟹 就是它可硬 很硬 穿到九头 所以它的肉它很扎实 很饱满 所以在吃的时候 它的鲜味特别的比其他的蟹还要鲜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可定 最硬就对了 所以手可能扒不开 没有像刚刚这样 梁老师一下子可以扒开这样 对对对 家庭主要来沙滩的时候 要来煮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一般的家庭主 比较不会买石蟹回去煮 都会买其他的蟹 所以如果要吃石蟹 可能要到餐厅 也就是阿发市有专门推出这种石蟹料理 您会怎么来烹煮 其实我认为数排山比较轻的 或是数蒜头的一些 比较轻的也可以 但是到了冬天 它其实来煮麻油的是最棒的 麻油的味道跟蟹的味道 结合起来 那个汤头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可以用用看那个汤头 那个什么红露酒老酒 因为我们吃的螃蟹都很想都会喝黄酒 加一点那个红露酒来的味道更好 所以目前其实红露酒之外 观众朋友还可以看到有老姜的成分 对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 杏鲍菇 杏鲍菇 等于说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在用切块的方式烹调 那大概也要煮多久会比较好吃呢 蟹要煮得很快 我们炒焦的时间可能是两分钟 加热水煮开的时候可能还要两分钟 但是螃蟹一块下去的时候 就一分半就可以了 所以等于说你把料备好 然后最后煮螃蟹 因为它切的是一块一块 不是整支的 所以它切成一小块的 下去的时候 那个瘦热度是整个蟹的 所以下去的时候 只要煮一分钟就可以捞起来 在吃的时候 那刚好熟的那个甜度跟鲜度 特别的好 红露酒 麻油 石蟹 那当然大家也会有自己独创的吃法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梁老师 会不会有一些足门的绝招来吃石蟹 这个石蟹刚刚阿发讲的一种 你一般家庭主妇比较不会去煮它 然后但是像我爸爸这种 这种老兵型就喜欢拿来下酒 因为它可以嘛 煮的时候你先用那个刀背 先把它拍碎 拍碎我们一般眷村的做法呢 就是葱 姜 蒜 辣椒 然后那个油呢把它放满了以后 先把这些辛香料爆香 爆到那所有香味冒出来的时候 这个蟹一倒进酒 响唱啪哒一唱 呛起来的时候 火都上来 火一上来的时候淋一点点酱油 啪哒啪哒的炒几下就出来了 你知道这个蟹了不起就是它 那蟹汁溢出来的时候 被那个葱姜吸进去 你刚开始要吃不是吃蟹 要吃那个葱跟姜 咬起来 咬了几口 嗯 等一下 喝一口小的台湾的高粱 那就是享受 然后那个蟹呢 最主要是什么 它的肉质啊 没有这种花蟹那么的细 但它的肉有点紧 可你吃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咬完又 吸啊 取啊 搞个半天 这就是喝酒最大的乐趣了 哦 所以它适合下酒 适合下酒 对 其实大家呢 在这种不同吃法呢 都会有不同的料理方式 因此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种蟹 其中还有一种是 就是呢 等于说在很多的喜宴当中 都会看到的料理 今天的阿发市也带来一个 红巡的米糕 是过去呢 大家一定都会看到的 看起来很澎湃 这个料理的方式 其实阿发市你为什么吃半做 一定会有这么古早味的东西 以前要吃的饱嘛 但是你知道 这一碗我现在工作人很多了 所以没有用小蒸笼做 我就用一个大碗前面把它做 大家要吃的大碗 吃怎么办 但是现在只有两个而已 所以我就把它切成薄的 你看 它那个高屑黄你看多硬 而且好红哦 对 你看那个整个很饱满的 一个虾黄有没有 整个饱满的 就是把它直接切在我们 那个米糕上面来蒸 这这样讲的是台湾味 古早味 为什么讲 因为以前的版团 都会用米糕来做菜 对 那米糕红形 已经成为台湾一个 必备的版团的一道菜了 所以大家 都讲得出来 只要到餐厅 吃红形也好 吃米糕也好 都会讲红形米糕 红形米糕 所以是因为它的颜色得名吗 对不对 好吃得名 好像是蟹膏 特别的红 应该讲是说 它里面的那个米糕跟那个芋头 蒸出来 还有像虾米 香菇 炒出来那种香味 是蒸这个是台湾味 是每个人很喜欢吃的 那红形本来就好吃了 那红形米糕就是一定要用的蒸 过熟一下 普通我们煮螃蟹 刚好熟 九分熟 对 因为他帮助你刚说一下子就好了 对不对 红形不一样是不是 它可以蒸到十几分钟 因为红形它本身的那个糕已经很硬了 你再蒸熟一点 它那个更 更什么 更香 你在吃的时候 那个嚼劲就好像吃乌鱼子一样 哇 特别的好吃 就反而是有嚼劲一点 硬一点的 不是蟹膏这样软软的口感 对 你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那个 那个糕 哇 那个真的 稍后我们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那当然还是要问梁老师 梁老师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说 过去看到红形米糕 我会觉得很喜气 因为有红色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里面出现的话 通常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呢 其实红形它在过去一直都是台湾 就是福建沿海一带 包括广东也是一样的 它有类似这样的这种蟹 那么这种蟹它其实是非常滋补的 非常补身体 那一般尤其是这种怀孕 或者一般的这种家里 尤其是孕妇或生活孩子呢 都用这种东西又来请客 也用这个来滋补身体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它有喜气洋洋的颜色 你要知道 咱们这些办喜事的人呢 都喜欢这种大红大紫的东西 喜气洋洋 你看我们有非常多的海鲜 为什么不挑别的呢 就是因为它 现在其他的这种海鲜或者肉 你在煮到锅子里面 它颜色都变了 能够有喜气洋洋颜色 在台湾就是唯独它第一名 所以它的颜色到最后面呢 出来有了喜气 更重要的是什么 它只要放了一支 像今天阿发是比较大方一点 对啊 它比较澎湃一点 给我们两支 一般都是一支啦 一支这个红麴呢 就盖了一个整个蒸笼 做它的代表 然后最主要是下面的这个 它的这个米糕 它可以所有的蟹的香味 又浸到这个米糕里面 所以米糕呢 它本身又是主食 又可以让你吃饱 是 又吃饱又有喜气洋洋 所以请客的人 背请的人 都是一股喜气洋洋的气氛 所以是相得益彰 但是我要问梁老师 不同的螃蟹 是不是有不同的吃法 你会 假设我们现在桌上一个 这个安森米糕 你会从哪边开始吃 那当然还是蟹膏为主 而且吃这个蟹膏的时候呢 它特别的香 而且刚刚阿发也讲了 就是它的那个口感 它的这个糕呢 跟这个大闸蟹完全不同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而且它呢 就是好像会跟你对话 你咬一口它跟你谈一下 咬一口跟你谈一下 它跟你对话的那个感觉 大闸蟹一咬进去 你还用吸 一吸 吸化进去 这个是好像在跟你对话 慢慢嚼 就吃这个安森米的时候 你不可以吃了用吞的 你一定要小口吃小口嚼 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如果说你看人家一吸进去 就像吃大闸蟹 那么用吞的 那就是外行了 真的 所以其实老师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以前吃都很鲁莽 大口吃 因为体验嘛 就怕吃不饱 大家都在分 所以其实在这个挑选上面 蟹有好多的种类 当然在不同的季节 可能会有不同的蟹种 要请教一下风哥了 风哥是不是在不同季节 比如说不同的月份 你会去买的蟹种 可能也会不一样 对啊 一般我们都会买来 就是会先看啦 7月8月9月的蟹啦 蟳啦 跟河蟹又不一样 通常我们都买的 都是海蟹 海蟹比较多 所以品尝齐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梁老师的 就是你会在什么月份 吃什么样的蟹种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可能就是有蟹就吃 忽然就是阿发市里面的菜单有 这个一般的蟹 就是说通常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一直到年底 台湾是一个吃蟹的王国 其实在这万里的朋友 都要感谢我 因为新北市政府 我在差不多8年前 就给他们一个idea 说要绊螃蟹节 因为这个整个台北县 这个海岸蟹里面 都非常多这种 昂金啊 三点金啊 不知道石蟹 这种非常多 这种非常棒的海蟹 而且台湾的这些海蟹呢 它个子不比外国的大 可是它的肉质 它的口感 都比外国的要俊勇 而且鲜甜 这个鲜甜 我觉得是台湾这个蟹 最了不起的地方 待会我们还介绍其他蟹的时候 那个蟹上来就更不得了 那所以你说刚刚说什么季节来吃 其实台湾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蟹 什么蟹都有 进口的很多 但是我们本土这个万里这个蟹 就差不多也是从秋天开始 因为天冷以后呢 整个蟹它要为了保持冬长 冬天了以后 它就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 它必须要把自己吃得非常的饱 像我一样胖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冬天 所以这个时候吃鞋是最肥美的季节 肥美的季节当然呢 也会有料理的厨师 所以稍后呢 回到现场 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变身 中厚腮 马上回来 回到地球黄金线 今天的黄金大主厨呢 请到的就是阿发斯 阿发斯呢 有鉴于过去每次到秋天呢 就会有很多的 消费者打电话说螃蟹要怎么做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请到 我们主角小花 来到现场 谁是小花呢 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就是这一只小花啦 花蟹活蹦乱跳的 所以这一次呢 其实阿发斯要亲自料理花蟹 给观众朋友知道说 怎么样料理比较好吃 现场我们也准备一些食材 包括你看到的 金针菇 洋葱 还有呢 奶油 胡椒盐配盐 以及呢 阿发斯已经先做好的蒜片 已经炒脆炒香了 接下来就要是料理时间了 阿发斯 对 好 买回来活的 我们就不管它 泡冰水 泡冰水也要泡一下 有了冰块跟水就可以了 泡一下它就会好像冬棉一样 就会乖乖的 它还没乖乖之前 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把锅子打开 其实煮东西用 为什么大家在家里都不煮螃蟹呢 因为麻烦啦 螃蟹不会剪啦 而且很怕它被夹到 对啊 现在我们万里蟹 已经都推到 每家家户 到了万里都会买几只回家 就打电话给我 每年我都会接到 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都会接到他们 怎么来教 怎么教 他在他家 我在我家怎么来教他 现在我教你们 记得你看到的时候 录起来给大家也要看 还打电话 这样大家一定要看 以后煮屑就那么简单了 好 我们已经把火开了 开小火 这是把奶油 无盐奶油 或是沙拉油都可以 但是这个是小孩子比较喜欢的 对 比较香一点点 对 他们喜欢有无盐的 这种奶油的味道 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洋葱 我们洋葱 拿一大把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 一个手掌的份量 这个差不多我们半颗洋葱的量 就给它放下去 好 这个金针菇 我们就也吃差不多一大把 把它铺在下面 奶油的绝佳火斑 那个奶油的香味 已经慢慢的飘出来了 对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 开差不多中火 好 现在就开中火了 中火没关系 因为洋葱要爆一下 我们不用去炒它 也不要去做它 都没关系 螃蟹拿起来的时候 简简单单 起来一支简单 打开的时候 如果这样还在动 会咬到 不要怕 你看帮帮帮帮有没有 帮帮帮帮 对 来实在 就从嘴巴上轻轻 不要 不要 你轻轻的帮我拔开好不好 两只手拔开 杠杆也离 拔开 有了 他很快就打开了 那就不用管它了 好 就打开的时候 还在动 代表他真的很新鲜 这个我们就打开 轻轻的这样一把也可以 从旁边有没有 要从旁边对不对 轻轻的一把也可以 在这里有没有 再拔有沒有 有沒有 也可以 但是我們一般我們都 交消耳機就從現在輕輕的 比較安全一點點 就是兩邊往外拉 對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剪開 因為這種螃蟹是海水 所以很乾淨 這個嘴巴要把它剃出來 這個嘴巴剃出來 我們就把它排在鍋裡面 不要管它 要把它剪 它一隻母的 一隻是那個刷牙 這個兩隻不一樣的 好 我們就把它 好 嘴巴一再剃出來 對 剃出來 好 再擺進去 好 這也是用剪掉 把這個剪掉 把旁邊的塞 不能吃的東西都剪掉 把這個有沒有 中間的那個什麼 這個肚臍這個 肚子也拔掉 肺把弄掉了 洗一下 好 把腳也剪掉 好 把身體剪開 好 再一開二 這樣就好了 好 就今天把它剪開 就放在上面 好 剪開了還在動耶 阿發師 沒關係 這個你剪開的時候 也可以放在盤子上 好 讓它等一下我們再來 好 這個腳我們要甜度 要讓它保持在裡面 等下吃的時候再來敲 我們給它擺進去 好 洗一下擺進去 好 就那麼簡單 好 我們火再開大一點點 好 接下來的火 是不是要調一下了呢 有 我有調大一點點了 OK 好 我們就把它剪一下 好 就剪開 把它洗一下 所以阿發師你一邊料理 一邊也開火 通常我們估過這個時間 大概是多久呢 應該在三分 我們剪這個螃蟹 差不多一分多啦 那是阿發師的速度啦 觀眾朋友可能要自己預估一下 你等一下先剪好了 再來料理 不然可能這個料食材 會煮得過熟 好 好 就剪開 好 我們就不用用到什麼 什麼大刀小刀都不用 只要一個剪刀 一次搞定 可以打招呼 好 真的 好 這好的時候 我們就放旁邊 這時候我們就調一點點味 這是我們蒜頭 蒜片 還是蒜酥都可以放在上面 因為它沒有什麼爆香 對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 塑膠繩的剪進去 要小心 好 好 放進去 這個胡椒跟鹽巴 比例是多少阿發師 一般是鹽1 那個黑胡椒4 1比4 1比4的本量 對 對 對 所以它黑胡椒比較多 就把它撒在上面 這個胡椒的味道 好 撒進去的時候 好 我們這個就是 2比1 就是9-2 那味醂1 把它調出來的味醂 好 有一點甜甜的 對 9-2 然後加一份的味醂 對 我們就把它調進去 那個水分 我們開大火 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燜起來 對 我們就把它蓋起來 這大火 這應該兩分半就好了 等兩分半 所以觀眾朋友在料理等待的同時 你們來了解一下 我要請問一下梁老師 其實講到的花蟹 因為過去觀眾朋友都會很好奇說 有什麼樣不同的特色 然後在什麼時候 不一樣的時間來吃會最對味 觀眾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梁老師有帶了一排 要對對味來做特別的介紹 你說我們先介紹蟹是嗎 對 是 這邊有非常多我們台灣常看的蟹 剛剛這個阿發斯已經把花蟹放下去了 那還有一個就一般來講 這是三點蟹 就是因為上面有三個點 三個點 這非常早 而且這個東西就是 非常多大陸朋友來台灣 蟹都喜歡去海邊去萬里就吃這個 因為它的這個做法呢 跟花蟹基本上的這些做法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它的這個肉質呢 比花蟹稍微緊一點 而且吃起來呢 你一般來講 吃這個蟹的時候呢 它蒸好了以後 放冷一點 那快要冷不冷的時候最好吃 而且吃的時候呢 很多朋友喜歡蘸一點的芥末 一點點 就什麼都不要蘸了 那這個呢 就是一般我們常常比較貴的 就是處女型 怎麼樣分啊 老師 這處女型很有意思 什麼叫處女型呢 一般就是所謂的處女型 顧名思義就是沒有交配過 是 而且它是女的 所以剛剛有人問我說 處女型是公的還是母的 我就說處女型就是女的 所以說它的這個蟹呢 它的蓋子就是圓的 但是它並沒有滿 因為交配過的這個蟹呢 它整個蓋子就會滿上去 就整個滿上去了 滿起來 所以你看它才只有 等於說五分之三 那它沒有交配 從哪裡看呢 它這個尾巴這裡 還有這個折子 有沒有看到 一折一折的 一折一折 因為它交配的時候 這旗蓋子會打開 會磨 它就光了 一般來講它光了以後 它就是被交配過了 所以那處女型呢 它一般來講 糕呢 交配過了以後 像昂吉一樣 它吃起來非常的硬 那處女型的糕呢 非常的柔 也就是沒有交配過的時候 它吃起來滑滑的 非常的香 所以一般來講 紅蟹的那個糕 沒有處女型的糕 來的香 反正處女型在 紗糕這邊 蟹糕這邊 是特別的有味道的 而且它的肉也比較嫩 比較鹹 比較好吃 所以處女型呢 它的價格也稍微比較貴一點 那一般就這樣 那還有就是紗工了 那老師 紗工應該就是工的了吧 紗工工的啦 那一般來講的 紗工比較大 很多人 我們在比較大型的 這種火鍋裡面 像阿發的那種做法 它當然是用一點 比較稀式的做法 它那種有點西式日式的做法 放Butter這種 那一般來講 像我們台灣很多人吃飯 它就直接放個小火鍋上面 你就是 我建議大家在吃的時候 什麼都不要放 你就直接吃那個紗工 它原味很好吃 那另外一種還有就是說 花蟹 我自己提供一個這個做法 獨門絕招就是了 跟大家分享 就是花蟹呢 它的這個肉 特別的細 很嫩 可是最可惜的 就是有時候我們蒸完了以後 它的汁很甜 它都流失掉 那怎麼辦呢 我會先炒個雞蛋 大火炒個雞蛋放旁邊 然後呢 炒好雞蛋以後 我們就炒洋蔥 炒洋蔥的時候就單位 什麼都別放 就把這個切好的螃蟹 像阿發那樣切好的螃蟹 這個花蟹呢 丟進去炒 炒香的時候 它汁也剛好出來的時候 把剛炒好的雞蛋 丟進去一起拌炒 所以那個蛋的香味 會淨到肉裡面 肉的那個汁呢 會淨到蛋裡面 你吃蛋也香 吃蟹也香 吃蟹也香 所以你做拌飯啊 或是配菜都可以 所以有什麼樣的材料要準備呢 請老師提醒大家一下 這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自己做的一道菜 非常好吃 你買了花蟹 買了兩隻以後 雞蛋用了四顆 然後呢 準備一個洋蔥 還有蔥段 還有薑 一定要薑 它才去寒 只要放一點點鹽 其實鹽不放都可以了 因為很鮮嘛 對 這個鹽最主要放到蛋裡 這個蟹就不要放了 它海濕 然後有一點點蒸魚醬油 那一點點酒 就照我剛剛的做法 先炒蛋 然後再洋蔥來炒蟹 炒完蟹把雞蛋丟進去 調個味就行了 非常簡單 加久還可以行味 好 接下來我們回到阿巴斯這邊 我們要來看一下 剛剛料理的這個 好了嗎 好了 我們差不多兩分鐘 再差不多30秒就好了 你看這個 醃了有沒有 你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對 有 非常的香 包括奶油 洋蔥 非常的入味 還有那個胡椒的香氣 已經完全提出來了 這個是 煮的時候是小孩子最喜歡的 如果是大人也喜歡吃的 我們還用麻油也可以 用紅蔥油也可以 把它煮起來 差不多兩分半 差不多兩分半好了 我們要開最大火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打開了 對 短短的兩分半 我們看這個蟹 哇 真的很香 觀眾朋友你沒有把我聞到 但它真的很香 我們是鹽汁鹽味 因為我們前幕剛才 我們沒有放到一滴 沒有放到一滴水 小心喔 很燙喔 一滴水 那你在燒的時候 燒到把那個水稍微收乾一點的時候 那種香味 那個蒜頭的味道 跟那個 我們那個洋蔥的甜度 還有雞蛋菇的味道 好 我給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其實煮這個東西 就是要讓它入味 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 包括了這個 之前倒的這個鹽跟胡椒 還有這個蒜片 通通味道都融入在這個蟹肉裡面了 所以光吃這個蟹餃 你就會覺得很有味道 然後有時候 其實如果中秋烤肉 家裡覺得說要有點配菜的話 其實我覺得煮一鍋蟹也蠻不錯的 你可以烤肉 但是蟹用料理的 反而它可以配一些正餐 比如說麵或是飯來吃 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中秋烤肉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鯉箔的盒子 就把它放進去 把一隻螃蟹放進去 所以也可以用烤盤來料理 對 用那個鯉箔再把它包起來 那個鯉箔這樣烹起來的時候 它有那個裡面滾了嘛 烹起來的時候 差不多兩分鐘 打開就是可以吃了 吃完的時候 如果留一點洋蔥或金針 我們再加一點高湯 再放兩個蛋 再放一點那個米下去 就是一個粥了 哇 這個鮮是好吃啊 所以還可以主席 反觀眾朋友在中秋佳節 不失為一個參考的良方 休息一下過一分鐘 我們還要提醒您 吃鮮的哪些PEPBO 以及注意的事項 一定要看 馬上回來 今天帶觀眾朋友 享受了美味的蟹料理 當然 注意不能吃得太多 否則膽固醇可能會增高 所以要兼顧健康之餘 還要注意什麼事項呢 請士聰哥幫大家說明 對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說 有人吃的蟹 會出現不好的事情 像之前中國大陸曾經發生過 有一個人吃了22隻蟹 結果後來就死掉了 也太多隻了 一下子太多了 然後之前也有聽說說 孕婦吃了之後就流產 那我們知道印象最深刻 就是如果大家看紅樓夢的話 那林黛玉吃了蟹之後 他突然覺得心臟不舒服 後來喝了紅酒 後來喝了酒之後 把它震下去 所以吃蟹其實有一些禁忌要大家留意 第一個就是不能吃太多 你要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尤其是說 包括說你有過敏的 甚至說你膽固醇過高 甚至說你其實 你本身的身體是比較虛寒 腸胃不好的 這種你可能就不要吃太多 另外一個就剛才兩位老師都說過 就一定要吃它是活的時候 死蟹就一定不能吃了 另外就是說 假設你這次吃不完的話 假設我們今天還留一大堆的話 這個保存就非常重要 你要把它保存得好 不能讓它有腐敗的狀況 腐敗中間去吃的話 可能對身體又有不好的狀況 這是吃螃蟹要留意的 當然 吃螃蟹很多不能搭的吃 我們記得如果我們小時候看到 農民粒有一個打開對不對 有什麼是相剋的食物對不對 像這個螃蟹的話就不能跟柿子吃 對不對 因為柿子會讓這個 我們這個學理上說 會讓這個整個蛋白質 凝固在我們的腸胃裡面 反而你會拉肚子 那其實還有很多 包括什麼梨子啦 或是花生也不能吃 它也不能跟 很多境界 對 不能跟泥丘一起吃 甚至石榴 還有那個我們這個 很喜歡吃的這個奇異果 也不能搭配的吃 這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吃的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你看像我們這個 阿法斯就料理的一個是跟這個 麻油對不對 好像因為這個蟹 都是比較涼的這個性質 所以我們在吃蟹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搭著薑一起吃 或是搭著一些 像醋也是有人搭著 甚至說有人說喝點酒就比較好 因為蟹本身是比較涼 如果能夠搭一些溫的東西的話 可能對整個身體來說 就會比較好一點 重點還有會烹調的人 因為阿法斯弄得真的很好吃 這個很涼好吃 運霸 不能 大多數人用照片打卡 這群主動活動的學生 用自己的話 你可以描繪一下主動景點 就是如果外地人來到主動 然後你這個想要讓我們認識是什麼 以畫集結成旅遊地圖 是老師彭雅芳的構想 想回家鄉做事 他沒往台北發展 發現美術班的學生們 繪畫能力極佳 鼓勵他們去走 去看 去畫出美麗的主動小鎮 這是我畫的連夜展示館 把歷史保存這麼完整的地方 我覺得主動很漂亮 風景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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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常來玩 透過年輕的眼睛和筆觸 主動的各個景點多了可愛的形象 冰刷成主動漫步圖 很受觀光客的喜愛 也觸發學生們的探索熱情 他們做功課 實際到各景點練習導覽 讓老前輩深受感動 難得有這些 就是這種這麼寶貴的東西 就是是以前的時候 你們的智慧接近留下來的 主動有這些文化 然後希望可以給別人知道 我一直以主動為傲 所以我看到有這些小一輩的 對這有興趣 當然就高興了 這些木頭上面都有編號 然後就將同樣的編號拼在一起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對 因為他們在國中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為在地奉獻了 我是等到畢業回來才有這個能力 然後他們現在國中就可以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想起來就覺得很感動 孩子的包袱上印著老師的背包 彭雅芳笑說他們愛模仿 冥冥中似乎也呼應著他們正在做的事 老師對家鄉的使命感 潛移默化 傳承由孩子接棒 上課囉 彭雞董醬 我一直接下去了 彭雞董醬 我一直接下去了 謝謝宗盈老師 是人情 還是另有隱情 真相 絕非如你想像 線上首款 懸疑武俠 四大名補Online 9月25 封測氣胸 哼 我想走 誰能來得來